确认我是蓝星人后 圣母要发布秘密任务 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 小李飞剑 名叫教授杀木吉 这不是漫画书快乐水 这些画册 无疑翻阅了数万年 可惜作画的故人不在 无始终看不到结尾 戴水神为所有画册续完结局 便可离开 冷清辈把宅文化也传给圣母了 你与圣母谈得如何 总算是保住了小命 可莫名其妙画了几万页漫画 几万页啊 展徐圣人真的 太可怕了 那位浪前辈实在太浪了 是我执着了 他 不可能是你 圣母是在拜师道祖后才造化出人族 那是与圣母密切交往的大能 有她的老师道祖红军 和她的师兄道门三圣 那位故人 莫非就在这四位之中 道门三圣里 民面上最像浪前辈的 就是太清圣人 他知晓未来文道人的反叛 知晓风神大劫 乃至西游 而且他还将玄黄塔太极图 放入我心神之中 既是保护 也是监视 恐怕他早已看破我是蓝星人 劫难将至 生机在天 难道他当初召我如都帅功 就是想利用我的蓝星技艺来办事 至于圣母的老师 道祖红军 他的确有资本指点圣母去造人 而且 世间兴衰 各行其路 路牙 勿要强异天命 路牙袭杀玉帝时 道祖虽出言劝阻 却未曾追究罪责 似有维护之意 道祖也希望是无查我吗